嗨,我是廖帥,今天你吃便當了嗎? 今天我們訂了一個非常厲害的便當 就是在公益路一間頂級樂賽餐廳叫做宇悅樓 花了好幾億蓋著 而這次我在官網看到他們有推出三款便當 烤鴨、油雞、再一個三寶 三寶的話要多一個脆皮烤豬 這三個都是他們店裡面的招牌 現場進去消費一個人都好幾千塊 而這次他趕出便當,我就覺得很好奇 一個頂級樂賽餐廳出的便當會有多好吃呢? 還是會有多... 這個就很難說了 等一下就跟廖帥去試試看看 他們的便當會有多厲害吧 Yeah,便當送來了 這個便當我都還沒有打開過 讓各位看一下 它在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這烤鴨有點糟,亂七八糟的 三寶更慘 這三寶真的不行啊 看得到的這個就是 脆皮烤豬 然後其他的東西都被買在最下面 跟他官網看到的有些不太一樣 不過沒關係,我們先吃吧 那先吃什麼呢? 先吃這個三寶飯 這三寶裡面會有脆皮烤豬 然後油雞跟烤鴨 還有一個配菜有荷包蛋 然後一個木耳 這好像那個魚來窟喔 小小的小木耳 吃起來有魚露泰式的感覺 下飯好吃 還有看一下喔 還有 茄子 脫菜 各位看一下 這個呢,就是脆皮烤豬 上面啊,脆皮啊 我們稱之為伯培 這道菜啊,非常難做啊 這個豬肉啊 它先醃過之後,水煮 水煮完之後呢 用攝影師把它包起來 然後抹上鹽巴 然後放在陰涼處 或是冰箱裡面風乾 風乾之後呢 把鹽巴抹掉之後 然後蒸啊 把這上面的皮啊 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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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進烤箱的時候 它才會爆 才會捧皮 吃起來才會酥酥的 嗯,吃看看 有這個便當送來的皮 還會不會酥酥的 有 有 嗯 好吃 哇,這皮 皮真的很酥耶 吃看看它的肉 哦 嗯,這個肉 不會太鹹 不乾不柴 哇,這個肉可以 你們看一下 它的飯 哇,這飯好吃耶 你從飯的外表看啊 每一個飯啊 就是這樣白白 嘗嘗胖胖的 每一個飯啊 米粒都很完整 這都水啊 一等米 一等米就是碎米很少 那種就一等米 最好吃 最想吃的就是吃這個 脆皮烤豬 對,特地叫一個三寶 因為其實它沒有單賣 脆皮烤豬只有三寶才有 嗯 吃一下別的 哇,這個油雞看起來好厲害哦 而且這個蛋啊 還是半身手的 然後上面呢 有這個 獨門的 薑啊 蔥啊 香油所做的 然後這個是油雞 吃一下我們的 油雞 這油雞啊 看起來啊 它的表皮啊 油亮油亮啊 帶一點醬色 焦糖色 哇,這皮好好吃哦 吃起來QQ的 軟軟的 然後有甜甜的味道在裡面 好像有麥芽糖的味道 吃起來甜甜的 吃一下肉 嗯 白肉的部分啊 就是這樣 很正常 跟一般雞肉一樣 就乾乾澀澀的 也不會太乾啦 皮比較好吃 吃便當就是要配紅酒 啊 讚 我啊最喜歡吃便當了啊 為什麼 我覺得啊 便當裡面的一些 飯啊 飯啊 會吸收了醬料 肉汁的甜 然後蔬菜的鮮 都在 飯啊 包覆著 所以啊 吃這個飯啊 吃起來 喔 有怪好吃的 這個 它有連那個特殊的醬料 顏色比較深 黑黑的 跟飯配在一起 超好吃的 嗯 舒服 這個是烤鴨 這個烤鴨 送來有一點 呃 有點亂 都是骨頭居多 呃 這個烤鴨 待會我們試試看吧 吃這個 烤鴨 我最期待的 一般啊 去燒肉店買便當 我都買烤鴨 烤鴨決定了 我下次 會不會再去這家店吃飯 烤鴨很重要 我最怕吃到那個烤鴨 現在的烤鴨便當啊 都是冷凍的 冷凍的 所以很容易啊 會吃到那個 乾乾彩彩 澀澀的 油脂不夠的 瘦鴨 那吃起來真的不好吃 我們試試看它這個的鴨 怎麼樣 這皮部分呢 很香 可惜啊 它便當送來的時候 悶到軟掉了 沒有辦法脆脆的 有點可惜 吃起來的肉 這個肉 有那種五香粉味道 這個烤鴨 是屬於肥的那一種 吃起來嘴巴都非常有油脂 不會瘦瘦的 烤鴨可以 不過啊這個 骨頭有點多啦 但是呢 一分錢一分貨啦 你去現場吃呢 一直烤鴨 現場片鴨給你吃 包起來 那這個呢 一個便當 你知道這個便當是多少錢嗎 這一個便當只要198塊 198塊有這樣子品質 我是覺得不錯的 物超所值的 你去外面買一個便當 也要120 130吧 而且什麼 水煮餐啊 健身餐啊 一個要140 150 這個宇悅樓頂級 月賽餐廳出的便當 一個才198塊 我覺得 非常的合理 哇它的皮好好吃喔 那油油的樣子 咬下去 那不滋不滋不滋的 肉也不會太乾 好吃 烤鴨 那要配什麼 這是要配紅酒 這邊紅酒啊 喝起來 非常不錯 點的 我覺得啊 他們這種 醬啊 黑色深色醬啊 配上白飯 真的很厲害 很好吃耶 難怪就要點擊月賽餐廳 我先吃喔 不要打擾我 今天這個宇悅樓便當啊 真的是不錯 一個198塊 滿三個還幫你外送 當然這個公里數的限制 公里數以內的話 它是要買你送 不過呢 我覺得他們便當啊 表現的是真的還不錯 只是呢 烤鴨 骨頭真的太多了 然後送來的時候 都很亂 就是一開始在放的 放菜的過程當中啊 那飯啊沒有平鋪 那飯就是這樣 然後菜放上去之後 肉就跌倒了 所以送來的過程當中啊 咬到之後 來到現場我看 那個賣相沒有到很好看 不過還好那便當啊 真的滿好吃的 有救回來一點點 不然我覺得這個 送到客人手中啊 賣相很重要 色香味嘛 對不對 人都是好色的啊 各位朋友們 如果想要去吃一下 雨月樓 但是你覺得又太貴 吃不起的話 我建議你呢 可以吃一下他們的便當 試試看什麼叫做 頂級月菜餐廳出的油雞 脆皮豬 以及烤鴨 我是廖帥 Handsome廟 下次見囉 掰掰